我先給大家看我的衣櫃好了 我就是個不會搭配的人 我只會穿一件式的裙子 我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個人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是做主持人嘛 所以其實我跟我姐姐還有我的表姐 我們有個共享衣櫃 所以基本上我們每個月 都會去對方家拿對方的衣服 都說我要走囉 然後就拍個照說 這個實踐我拿走囉 然後我可能就再放個實踐下去 所以我們會一直這樣融 這很棒耶 所以如果跟自己的好的兄弟姐妹 有差不多的身材是蠻幸福的 這是我的衣櫃 很棒很棒 對那我跟這個 也很感謝這個韓芳 我的衣服量非常的多 我大概是剛剛 聽到公民裡面應該是最多 我大概有六百到七百件 瓜總編覺得還好 哈哈哈哈 這邊是我床底下的 就是這是一個上線式的床 整理的還不錯啊 這裡面全部都是東一 那這邊我沒有點 然後我是一個walk-in closet 可是我的walk-in closet的外衣服 已經滿出來了 所以在外面其實還有掛一些衣服 然後平常這邊是有取代那個椅背的功能 就是不要讓自己穿過的衣服 疊在那裡 然後這裡進到我的更衣室 我以為我自己不會裝滿它 但是發現還是裝滿 有空間就會裝滿 對 從小就是我的奶奶是一個 做那個跑單幫的 然後也有開服裝店 然後所以我其實每個月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衣服 想要跟大家分享那種很美 但是我實在是不會穿的 因為我很想要穿進去 因為這是我媽媽年輕的時候買的香奈兒套裝 然後我真的覺得非常美 而且我覺得這種衣服真的很精緻 但問題是因為我媽媽其實當年比我瘦 我從來沒有穿進去過 謝謝 今天是我的衣櫃 謝謝很方的分享 感謝你 那接下來好像微然對不對 我們很少數男性的來賓來 主要我這邊 可能有點小屋見大屋 對相比之下 我這邊大概是200多而已 不好意思 我應該先讓你先的 這我的問題 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主要就是大家可能看到 這兩個衣櫃跟下方的儲藏空間 不好意思我有點偏見 這你有特別收過 還是你平常就這麼乾淨 可能我在等下換下一個鏡頭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一些落差 主要就是前陣子 我從永和搬到大大道城這邊 那就在搬家過程中 是有蠻強烈意識到 嗯自己的衣服 這樣蠻驚人的多 比較素面或是比較 就是堆在剛收下來的衣服 這些是衣服們 對就是剛收下來的衣服 還沒整理好的 喔還沒整理好 所以 對就是有發現自己其實 在可能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會花也許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可支配的錢 所以有做完這些嘗試 然後找到自己 可能比較適合的風格 或者比較舒服的 一個穿搭模式 好感謝分享 而且我們今天來賓裡面 有一位整理師 是小應 小應你是整理過很多人的衣櫃 有沒有什麼 你常遇到什麼很常見的狀況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衣服多寡其實不是重點 而是說就是 到底有沒有造成生活的困擾 那 像剛剛就是韓房 他有600多件 他覺得很OK 那我就覺得他就不需要斷捨離 但是如果說假設 當他造成你的困難 就是不便的時候 我覺得就可以來斷捨離 對 等我收到我家人的申訴的時候 我就要找你 但是我發現啊 就是其實很多人 他買了這麼多衣服 其實是因為沒有自信導致的 就是他為了要讓填滿自己 沒自信的這一塊 所以拼命的去往外求 會順便幫他們梳理 就是心裡的這一塊 那通常梳理過後 然後斷捨離 才會做得比較順利這樣